好,今天的開箱是Uster Pro 2 那箱呢,跟後面這部比呢 大家看到了,是差很多的 大很多的 那它的箱呢,一打開之後呢 都是一個箱 都會有它的箱 感覺就好像厲害些 但實際上是不是呢,就看一下 同樣,一打開都會有說明書 中英兩個版本 那不用了 其實這枱很簡單 一打開已經是這樣的了 就好像馬上用得了 講一下還有其他什麼 充電器 還有一個放其他按摩頭的盒子 一樣,這次就有五個頭 計算這個波波頭 好,講一下它的特別之處 它特別之處呢 這次呢,就是用一個數字的顯示模式 那開機的方法一樣 拍底很簡單 這樣就開了 現在一開就是2 3 4 5 6 7 8 9 它最大就是9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那同樣的用法非常簡單 鎮一下 鎮一下手 這個呢 跟X來講呢 鎮幅會比較快 我自己的感覺 雖然它這個沒有寫幾多Hz 9的話 但我自己感覺到它鎮得比較厲害 大家可以聽一下 我的聲音都會跟著鎮壓 鎮壓 好 所以,如果大家會看到 有這個不同的按鈕 再按加,它就會回到0 這個呢 重量上,比X是比較重 但是它可以調校的 力度,就會有9個 會比較高 頭上 在上面 其實要換的話 一樣是這樣 拔它出來 換成下一個 為什麼我會拔這個頭來試呢 就是因為X是沒有這個頭的 其實,你這樣放回去 對準個位置 這樣就已經組裝完成了 那就試一下吧 因為這個樣子 我就覺得 不知是剁的東西 可能剁一下空肌 是會比較適合 這個 也挺舒服的 這個跟波波比 它就比較 直接這樣 刺進去的位置 可能 一些 橫線一點的 肌肉 可能是胸 少少辣骨 你較慢一點 去按摩 都會有一個 效果 那其他那些呢 就不特別了 因為這個就是 甘巴 這個 痛位 這個就是 大化物 押肌肉 好 今天的介紹介紹呢 就到這裡了 off gate 給大家看多次 這個 booster抱怡 有興趣也可以找我們 好像比上次長了 有興趣 我會在這裡 有興趣的 可以 說 有興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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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